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后人尊称为诸子 并把他的思想言论著述统称为诸子文化 朱熹诗成北宋著名理学家陈昊陈怡 同时集取周敦怡派及说 章载弃本论等哲学思想 开创成诸学派 形成兴儒学的理论理系 朱熹毕生致力于著书力说 遍著群经 学贯古经 其理学思想独领宋代学术风骚 影响巨大 后世尊崇为一代理学宗师 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 他在继承北宋二乘理学的基础上 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 他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 理在先 气在后 提出存天理 灭人欲 宣扬中国儒家伦理文化的重要思想 三纲五常 这些思想理论通过朱熹的有关著述言论 得以广泛流传 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以朱子为代表的敏派儒学和宋明理学 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做出杰出的贡献 朱子学说还跨越国界 传播到日本 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地 曾经成为东亚社会文明的主流思想 朱熹一生著述丰富 留下126种400多卷著作 内容涉及金 石 紫及诸布 他还创办众多书院 著书历说 求学问道 开门授图 足迹遍布全省各地 朱熹以书院为阵地 宣扬理学思想 同时还开创了福建书院文化的新篇章 武夷山紫阳书院和建阳考庭书院是朱熹创办的重要书院 在这里 他先后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理学人才 成为朱子理学的传承人和教书育人的先驱 此后几百年间 福建各地书院日益增多 社会文明进步 朱子文化的影响历久不衰